第1011章出手相助 这是穆利科、江海生他们 这些人的气息 无尘都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此时此刻 他们正联合在一起 共同对付另外一拨人 你们这些外世界的畜生 往我们对你们如此的期待 还尊称你们为先长 可是你们却是如此的 辜负我们对你们的期待 真是可恨 我江海生跟你们不共戴天 江海生无比愤怒 记得半个多月前 探一门的太上长老 初次降临到这个世界里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希望对方 能把他们这里的人 也给一并地带出去 让他们摆脱这个空间的束缚 当时 那一位太上长老 却是推说自己力量有限 不愿意带他们离开 还说让他们等 等他回去跟长教的商量 请示了长教之后再做决定 对于此 他们虽然感到无比的失望 因为他们知道 那些人一旦离开之后 就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只是 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数日之后 竟是真的来了很多人 这些人自称是什么太一门的人 对于这些人的到来 他们是非常的高兴 并且热情的款待 他们内心里那一份希望 又再度重新燃了起来 但是 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随后 这些人就露出了他们 猙獰的真面目 将他们的亲人 朋友 全部给朱杀了 这些畜生 甚至连他的妹妹都不放过 将他给无情的玷污了 真是连畜生都不如 区区垃圾 合足挂齿 另一方 那些太一门人冷笑 他们太一门 乃是东悬域最大的超级势力 有着主宰之称 在这东悬域的范围之中 他们太一门 就是无上的王者 是无敌的主宰 无论是谁 胆敢和他们太一门相抗衡 都将是死路一条 江海生 你跟这群畜生废话什么 李晨峰怒吼一声 周身力量爆发出来 冲了过去 冲向了对手 垃圾 也敢大放厥词 太一门人冷哼一声 对这些人不屑一顾 催动力量 直接冲了出去 屠龙刀 就在这时 一道雷霆闪耀 破空而来 雷光耀眼 绚烂夺目 不好 太一门人脸色大变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一股雷光 是朝着他们的方向 冲过来的 二话不说 连忙催动力量 前来抵御 但是 这一招的力量 实在太过于强大了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根本就是抵御部了 仅仅坚持了片刻 就被震碎了 啊 众人惨叫 被雷霆给击中 身体直接被震碎了 根本就抵挡不了 这一招的力量 这是 注视着这一道雷光 长风和前兵两人 对望一眼 别人或许不认得 但他们却是很清楚 这绝对是无尘的招数 一刀劈了这些太一门人 无尘也没有出现 而是转身就走 这些人的生死 与他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如果他遇上了 倒是可以出手就一救 但是 如果说没有碰上 那就没办法了 无尘 突然 有人叫住了他 无尘停下 回头看了看 道 你们有什么事 众人已经 原本他们只是根据招数来判断 这人有可能是无尘 但是却不敢确认 现在听到了他的声音 终于可以确认了 这人真的是无尘 几人走了过去 虽然身处迷雾之中 视线严重受阻 但对于他们而言 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这就是你们所说那个无尘吗 果然够强 这些人之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见过无尘的 他们之所以知道他 都是听江海生 穆里科 他们说起的 雷霄 你不是说 见了无尘之后 要找他切磋一下吗 李晨峰对一旁的青年人说道 这位青年人 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黄古城里面 十大青年强者之首 名叫雷霄 修为是星级境九重天 实力极强 雷霄看了看无尘 道 我不是他的对手 天才总有自己的傲气 看到别的天才 总是不服气 会想要跟对方切磋一下 较量较量 看谁更加的强大 他雷霄也是如此 一直以来 他都是黄古城第一天才 修为高深 实力强大 即便是有着李晨峰 穆利科这些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依然是不影响他的名气 反倒是更加衬托出他的辉煌 不久前 他听闻 黄古城之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十分的厉害 连长风和前兵两人连起手来 都不是其对手 对于这样的人物 他自然是要去见识见识 只可惜 他又听说 那人已经是进入了魔山之中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对于这个 他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只是没想到 现在那个人又出现了 并且以超强的实力 一击就击败了太一门的那些人 这样的一种力量 他是望尘莫及的 看到这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明白了 凭他此时的实力 绝对不可能是这人的对手 对方实力之强 远在他之上 呵呵 想不到 一向自认无敌的雷霄 也有承认不是对手的时候 李晨峰呵呵一笑 雷霄瞪了他一眼 却是什么都没说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有人比他强 那也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无尘 好久不见 江海生打招呼道 和其他人一样 他也认为 无尘已经深入了魔山之中 短时间之内 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无尘道 江海生 现在黄古城的情况怎么样 他之前去过黄古城 发现已经被封印了 无法再进入里面了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到这魔山里来的 黄古城吗 提起黄古城 江海生的面色 就变得是悲伤起来 其他人也都是一样 神情也都是变得无比的哀伤 半想 江海生才是说道 黄古城 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沦陷了 落入了那些畜生的手中 我的家族 我的亲人 也几乎全部罹难了 无尘不再多问了 他虽然没进去黄古城 但是从其他城市的惨状来看 他就能大致地猜出 现在的黄古城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了 第1001是二章寒气 其他人也都是心情沉痛 当日那一战 打得非常的惨烈 几乎黄古城所有的势力 都是集合了起来 共同对抗太一门 若是单单从人数来看 太一门这次出动的人数 那是肯定远不及他们的 无论是星级竞强者 还是画龙竞强者的人数 他们都要超过了太一门 但是太一门这次来了两名太上长老 以及传奇竞强者 这等级别的强者 实力超级可怕 远远超过了想象 在这等级别强者的打击之下 他们的家族强者 根本就不是对手 死伤非常的惨重 剩下的人 也是四处逃窜 或进入魔山之中 或逃去其他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惨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太一门的人如此的作恶 迟早会遭到惩罚的 说实话 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无尘绝不会相信 太一门竟是会做出如此的事情来 他们所图谋的东西 又是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浮现在脑海里面 无法想透 无尘 你也得小心一点 现在那些畜生 也在到处寻找你的踪迹呢 江海生提醒说道 找我 他们找我做什么 江海生道 他们是为了那件宝贝 那件宝贝 无尘一琢磨 明白了江海生所说的宝贝 到底是指什么了 是镇魔碑 当时他夺取镇魔碑的时候 遇上了三个白发老者 运用镇魔碑的力量 将他们给击败了 之后 江海生他们赶了过来 他们都是看见了的 知道镇魔碑在他手上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江海生道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 要不是你 我们可能现在 还在跟那些畜生纠缠呢 想到这里 江海生就忍不住震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无尘的力量 竟会是那么的强大 星级境九重天强者 在他的手里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甚至就连画龙境强者 也好像是被他给击败过 这些这些 在他们看来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那好 我们就此别过 下次再会 无尘冲他们拱了拱手 转身而去 再见 离开了江海生他们 无尘继续深入魔山之中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 是如何出去的问题 他并不属于这个空间 他的世界在外面 而且 他一门的人 现在也在找他 要谋夺他身上的镇魔碑 这个地方 他现在已经不能再待了 再待下去 等待着他的 将是灭顶之灾 所以 他现在必须要 尽快地从这里出去 原本他是打算 找到柳霞惠他们 和他们一起 共同研究 如何出去的问题 但是现在 这是肯定不可能了 莫说柳霞惠他们 早就离开了 即便他们没有离开 他也不会再和这样的人 在一起了 所以 出路还是由他自己 一个人去探索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走了不知道有多久 无尘突然停了下来 他感应了一下 发现这里 他几乎是完全陌生 之前他从来没有来过 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感应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异常 他也就没有多想 这魔山如此之大 他不可能 每一个地方都走遍吧 好 就在这时 从前方传出来 一个嘶吼声 就像是有什么 恐怖的怪兽 隐藏在其中一样 这是什么声音 无尘抬头看着前方 和其他地方一样 这里也是迷雾重重 严重地阻碍了视线 只有依靠灵魂力 来进行探测 但是 当无尘释放出灵魂力 进行探测的时候 他却突然发现 前方空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连灵魂力 都几乎是失效了 根本探测不了 多少的距离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 怀着好奇 无尘走了进去 上一次他寻找出口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那就证明了他上一次所行走的路线不对 因此 他需要更换另一条路线 而这个地方 他之前没有来过 正好符合他更换路线的需要 走了没多远 突然 一股浓烈的寒气 从四面八方涌来 这寒气十分的强烈 能够冰冻身体 好冷 无尘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这里的寒气 非常的霸道 直颇而来 侵入了骨髓 要将他全身的血液 都给冻住 火黄诀 体内火黄诀运行 一股炙热的能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灌入到了全身各处 驱逐这一股冰寒之气 火黄诀 这是这个世界上火属性最顶级的功法 他所修成的火焰之力 无比的强盛 很快的 那些侵入了他身体的寒气 就被驱逐和炼化了 无法对无尘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 与此同时 火黄诀还形成了一道火焰保护膜 这一道火焰保护膜 就像是一层坚固的壁杖 牢牢地护卫着他的身体 使得他的身体免受周围寒气的入侵 解决了寒气的问题 无尘看了看前方 眉头一皱 这里的空间 不仅仅有迷雾 还有可怕的寒气 此外 还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的东西 压制着他的灵魂力 使得灵魂力的探测 根本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无尘有一种预感 在这里面或许存在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稍稍停了一下 无尘继续往前走 他倒要看看 这里到底有着什么东西 咻 没走多久 突然 一种巨大的波动 从四周气流之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 无尘就是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向他笼罩而来 这一股力量 非常的庞大 根本就不是星级静强者 倒像是画龙静强者 六阶大妖 无尘心中立刻闪现出这个名次 从这股狂暴的气息来看 绝对不是五阶妖兽 如果他猜得不错 这应该是六阶妖兽 六阶妖兽 相当于他们人类世界里的画龙静强者 实力非常的恐怖 绝对不是什么一般人能对付得了的 即便是现在的他 遇上了这等级别的妖物 那也是要严肃认真的对待 要不然 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的 第1013章六阶大妖 他来了 无尘身体一震 进入了一级战斗状态 这一次他所面对的对手 可不是什么一般的东西 而是货真价实的六阶大妖 堪比画龙静强者的无上存在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 呼 一只硕大的爪子 直接向着他给抓了下来 这一只爪子 无比的锋利 无比的巨大 一把抓出周围的气流 顷刻间就被震碎了 根本就抵挡不住 这一股强大的力量 闪 二话不说 无尘立刻闪避 这一只爪子 霸道无比 一旦被抓到 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灵力的爪锋 在无尘的胸口前面吹过 灵力的威势 弥漫开来 惊得他是吓了一大跳 如此可怕的威力 真的是无敌了 紧接着 一只巨大无比的翅膀 朝着他的方向冲了过来 翅膀一扇 四周的空气皆是暴碎 可怕的力量 形成了一道恐怖的飓风 席卷而下 将无尘整个的给包裹着 啊 无尘惨叫一声 直接是被这一道飓风给震飞 倒退出去了十丈远 才是坠落在地 根本就抵挡不住 这一股强大的力量 他奶奶的 无尘吐出一口血 从地上爬起来 这一只怪鸟的实力 非常的可怕 至少应该是 画龙镜三重天强者 面对这样的强者 以他目前的实力 那是相当的困难 几乎没有半点儿的胜算 先王镇九天 无尘大鹤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灌入到了身体之中 形成了一道庞大的仙王 借此来抵挡怪鸟的爪子和翅膀 呼 他的仙王刚一成形 一股巨大的力量 就是直接轰击了过来 携带着灵力的威势 狠狠地冲向了他 砰 巨大的力量 与庞大的仙王 猛地撞在一起 立刻 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动了出来 席卷四面八方 事实 仙王剧烈地颤抖 不停地摇晃 就像是要被粉碎一样 好强 无尘面色凝重 这一股力量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险些将他的仙王 都给粉碎掉了 震魔碑 无尘大鹤一声 从身体中把震魔碑 给召唤出来 这么恐怖的东西 单单凭借着 他个人的力量 那是很难战胜的 因此 他必须要借助于 震魔碑的力量 才有希望和这怪鸟 相抗衡 一股璀璨的光芒 从他的身上冲了出来 光芒耀眼 绚烂夺目 逐渐地化为了 一块金色的石碑 这就是震魔碑了 震魔碑一出现 周围的空间剧烈地涌动 翻腾不息 如同金色的海浪 滚滚不息 怒浪惊空 惊涛拍案 震魔碑 乃是炫富所打造的绝世法宝 有着强横的力量 一出现 就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笼罩着无尘整个人的身影 一股浩大的能量波动 疯狂地席卷开来 把周围正在震动的空间 都给定住了 震魔碑 镇压万物 无尘一声爆喝 超强的力量 全部灌入到了震魔碑之中 震魔碑上光芒绽放 无比的璀璨 一股强大威压 从其中释放了出来 朝着那一只怪鸟 镇压下去 那一只怪鸟的实力也不是什么虚的 见无尘朝他镇压而来 也是根本不惧 挥舞着翅膀 一股凶悍无比的威势 直接席卷了出来 迎上了无尘的震魔碑 轰 两股巨大的力量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立刻 一股强大的威势 爆发了出来 整个空间都是颤抖起来 狂烈的能量风暴 从中心处席卷开来 狂冲向了四面八方 这只怪鸟 实力惊人 在震魔碑力量的打击之下 依然是不受半点儿的影响 如此这般的实力 让无尘也都是脸色大变 很明显 他对这只怪鸟的实力 有些低估了 这家伙 至少相当于是 画龙镜五重天强者 甚至于还要更加的强大 无尘狠狠咋舌 面旁无比的凝重 这只怪鸟的实力 非常的恐怖 超过了他原先的估计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想了想 无尘决定 还是尽量的离开这里吧 这怪鸟的实力太可怕了 就算是有着震魔碑 他要想胜过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便是能胜 那也势必是一场惨烈的苦战 而这恰恰是他所不愿的 他现在身处于魔山之中 周围有无尽的迷雾环绕 危险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他可不想跟这家伙进行死磕 白白地浪费自己的力量 万一再遇上什么可怕的东西 到时候 他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也是更加的不妙了 熬 怪鸟熬叫一声 一股凶悍的威势 从他的身上冲了出来 这一股威势非常的霸道 异端的恐怖 强横的力量 震得周围的迷雾都是散开了 根本就经受不住怪鸟的力量 怪鸟双齿山洞 巨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引动周围天地间的气流 疯狂的涌动 直接是化为了一道道的飓风 出现在了这一片天地之间 无尘面色大变 从怪鸟的这飓风之中 它嗅到了一股浓重的危险气息 而这怪鸟的飓风 光是从威势来看 就知道非常的恐怖了 天知道当这些飓风 真正地打出来 又会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呢 简直是不敢想象 必须要尽快地撤离了 这怪鸟的实力如此的可怕 与之相斗 无论胜负 都是极其的不明智 所以还是尽早离开为好 这时 怪鸟的攻击已经是降落了下来 汹涌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如同浪涛一般 席卷而开 连空间都是承受不住 直接就是被崩碎了 可怕的飓风撕扯而下 从四面八方碾压而来 阻挡住了吴臣所有的去路 然后 飓风呼啸 可怕的犀利 狂涌了出来 要把它给碾碎 镇魔碑 面对怪鸟的攻击 吴臣也是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只有催动镇魔碑 璀璨的金光 从镇魔碑之中爆发了出来 绚烂无比 光彩夺目 耀眼逼人 力量涌入镇魔碑之中 吴臣朝天打出了一道强大的攻击 汹涌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冲向了那预风 第1014章 青衣老者 轰 两股巨大的力量 猛烈地轰击在一起 请客 一股强大的能量风暴 爆发了出来 如同是惊涛骇浪 席卷四面八方 巨大的爆炸造成了恐怖的效果 汹涌的能量从对撞点爆发了出来 迅速地扩散而开 坠落下来 地面顿时就被炸开了 一股汹涌的力量波动 疯狂地席卷而出 一个巨大的深坑 赫然出现在了大地之上 光影一闪 吴臣迅速地从先王之中脱身出来 顶着镇魔碑 化为了一朵流光 消失在了这里 这一只怪鸟实力强的可怕 不适于和对方硬拼 那是吃力不讨好的 所以 还是速速离去为好 避开这只怪鸟的锋芒 怪鸟看到无尘逃离 顿时是勃然大怒 双翅一山 立刻冲了出去 如同一道闪电 怪鸟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双翅一山 卷起了狂风 拖着他的身体就像是离弦之剑 糟了 这怪鸟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比不过 吴臣脸色大变 这怪鸟的速度比起他来 还要快了许多 在速度这一快而上 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一双巨爪朝他给抓了下来 这双巨爪无比的锋利 力量十分的恐怖 一爪之下粉碎万物 阵磨碑 吴臣大鹤一声 催动阵磨碑 阵磨碑金光爆发 迎上了怪鸟的巨爪 砰 巨爪与阵磨碑撞在一起 立刻一股汹涌的力量 爆发了出来 辐射而开 怪鸟和吴臣同时都被震退了 快跑 吴臣不敢停留 身影一闪 静止冲起 直奔远方 这怪鸟的力量太强大 他不想与之硬拼 能避开则尽量避开 至于震磨碑 他是不担心的 震磨碑乃是炫富所炼制的无上法宝 连七月魔君和蔑视之谋都奈何不得 更不要说这只怪鸟了 他的爪子即便是再怎么锋利 也都是不可能把震磨碑也给抓碎的 哦 见吴臣又逃走了 怪鸟愤然大怒 这个人类居然一而再地从他的爪子之下逃脱 他非得把他给粉碎掉不可 双翅一扇 巨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汹涌的震荡 怪鸟冲了出去 速度极快 如同一道闪电 他奶奶的 这怪鸟的速度咋会这么快 一路急迟 吴臣在迷雾里乱窜 想要摆脱那一只怪鸟 但是让它感到惊奇的是 那只怪鸟不知是怎么弄的 竟是锁定了它 即便是在这迷雾之中 依然是紧跟着它 让它是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 意识到了这一点 吴臣感到极为的头疼 想摆脱都摆脱不了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长老 前面应该就是柳师兄 他们所提到的那个地方了 有人 吴臣一正 没有想到 在这种地方 居然还能看到其他人 听声音来看 好像还不止一个人 柳师兄 难道是柳夏慧吗 听到柳师兄这个称呼 吴臣几乎是下意识的 就想到了柳夏慧 难道这些人 是太一门的人吗 虽然很好奇 但是他现在没有 多余的时间来探听了 他身影一闪 直接就是冲向了远方 因为后面有一只怪鸟 已经冲了过来 正对他虎视眈眈 可是就在这时 怪鸟双翅一扇 掉转方向 朝着另外一处方向飞去了 怎么回事 放弃了吗 吴臣停下来 感到有些困惑 不明白这怪鸟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但是很快的 他就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啊 好大的鸟 突然 一个惊呼声响了起来 吴臣猛地反应过来 原来 这一只怪鸟 是去杀别人了 所以才放弃了他 吴臣嘴角一笑 这怪鸟走了正好 反正他也不想 和对方继续纠缠 那样的话 索性就让别人 去对付好了 至于这些人 到底是什么人 他现在也不管了 还是尽量远离这里吧 你们就慢慢地玩吧 我先走一步了 吴臣转身就走了 消失在迷雾之中 这是六街大妖 就在不远处的地方 很多人在这里 他们望着 他们头顶上的 巨大怪鸟 双腿在不断地打颤 这只怪鸟 翅膀宽大 伸展开来 能有数十丈长 在它的腹部 有一双巨大的爪子 上面寒光闪烁 气势逼人 夺魂射破 从这份威视来看 他们就能看出 这一只怪鸟 绝对是六街大妖 实力非常的强大 一般人根本就对付不了 怪鸟熬叫一声 巨大的双翅一山 一道道的巨风 从双翅之中爆发出来 冲向了这些人 啊 这些人的实力 基本上都是星际境 而这只怪鸟 却是六街大妖 相当于是画龙镜强者 它们又哪里能抵挡得住呢 怪鸟翅膀一扇 它们根本就抵挡不住 直接就被掀翻在地 聂畜 赶在我太一门的面前嚣张 一名青衣老者 大喝一声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浩浩荡荡 这股力量 要远比其他人强大 很明显是一名画龙镜强者 大眼圣像绝 青衣老者双手掐绝 一股狂暴的力量冲天而起 强大的气势 引起周围的天地一变 一股庞大的气流 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在它强大力量的操控之下 直接是凝聚形成了一头巨大的光明圣像 这一头光明圣像 体型无比的庞大 远远的超过了那个被吴臣 给斩杀的张涛所凝聚出来的圣像 一股股狂暴的气势 从圣像之中爆发了出来 让整个空间都是在剧烈的颤抖 不停地发生着摇晃 吼 圣像咆哮 浩瀚的圣光爆发出了出来 笼罩着整个空间 这一股圣光 非常的圣洁 万法不侵 就连周围的迷雾都被驱散开了 重新归于了清明 怪鸟抬头 看着这一尊庞大的圣像 怒笑一声 双翅一扇 硕大的爪子狠狠抓出 携带着灵力的威势 抓向了圣像 要将它给粉碎 聂触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太一门法觉的厉害 清一老者身影淡化 直接隐没在了圣像之中 与圣像融合为异了 第1015章分析 吼 圣像怒吼 一股强大的气势 爆发了出来 迈着踏天的步伐 狠狠地冲向了怪鸟 轰 怪鸟与圣像撞在一起 立刻 一股汹涌的能量 从中心处爆发了出来 犹如浪涛一般 席卷而下 滔滔不绝 底下 众人皆是抬头 望着怪鸟和圣像 心中充满了震撼 这是六阶大妖 与画龙镜强者之间的战斗 不用想也知道 定是精彩万分 吼 怪鸟长笑 双翅以衫 狂暴的飓风 撕裂而下 狠狠地朝着圣像冲了过去 对清一老者 发动了凶猛的攻击 清一老者 也是毫不示弱 催动圣像 迈着踏天的步伐 雄魂的气势 爆发而出 与怪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汹涌的能量 震荡不息 席卷四面八方 百米之外 吴晨正快速地飞行 它感应到了 来自于后面的强大波动 它明白 这时那怪鸟 与之前那一波人 战斗了起来 打吧打吧 最好斗个两败俱伤 吴晨嘴角一笑 那怪鸟的实力 无比的强大 它曾经与之战斗过 即便是有震魔碑在手 它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能压制得住 不过现在好了 有那些笨蛋仔 它就不用费力了 没有停留 吴晨继续前行 不知飞了有多久 突然 一股汹涌的力量 朝着它打了过来 不好 吴晨脸色一变 身影一转 闪身而退 避开了这一击 轰 汹涌的力量 打在了地上 使得地面炸裂开了 化为了一片焦土 怎么回事 吴晨停了下来 抬头一看 却是大吃一惊 这里的地上堆满了尸骨 到处都是 这些尸骨 大多残缺不全 有很多 甚至是被不知什么力量 给震碎了 吴晨降落了下来 扫了一眼这些尸骨 发现这些尸骨 并不单单只有人类 而且还有其他的生物 渗兽 空间之虫 等等等等都有 这是什么 突然 吴晨发现了一具 很奇怪的尸骨 他把这具尸骨拿起来 握在手里 仔仔细细地看 经过辨认之后 他发现这竟是一具羊骨 这里怎么会有羊骨呢 认出了这具尸骨的属性 吴晨大吃一惊 因为他记得 这个空间里面 根本就没有羊这种生物存在 既然没有羊这种生物 那么 这羊骨又是从何而来呢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吧 吴晨在这里仔细地看 经过细细地检查 结果更是让他震惊不已 这里的尸骨 不单单只有羊骨 也有牛骨 猪骨 刺猬骨等等生物的骨头 在这里都是能够找得到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外界生物的骨头呢 吴晨感到困惑不解 这个空间 物资是很贫乏的 普遍食用的生物 也就是空间之虫了 其他的一些生物 比方说 肾瘦这类的生物 也是人们捕获的对象 但是 他在这里 可是没有发现过 任何的牛羊等生物啊 既然在这里 不曾有这些生物 那么这些生物的尸骨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直觉告诉他 这里肯定是隐藏着重大的秘密 等一等 突然 吴晨想到了什么关键 他记得 之前他被怪鸟给追捕 在逃亡的过程中 好像听到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吴晨仔细地想了一下 很快的 他就想起来了 那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 长老 前面应该就是柳师兄 他们所提到的那个地方了 对 就是这句话 吴晨猛地一拍大腿 他终于是想起来了 当时的他 在听到了柳师兄 这三个字的时候 还下意识地就反映出 柳夏慧这三个字来呢 这句话 当时的他 或许是没怎么在意 直到现在他才反映过来 这句话之中 其实隐藏着极其丰富的信息 在这里 不妨大胆地猜测 那人口中所说的柳师兄 就是柳夏慧 那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柳夏慧曾经来过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在此之前 柳夏慧他们一行人 曾经在这磨山之中 被困了整整五个月 根本就找不到出路 五个月的时间 可以走很多的地方了 指不定把磨山的各个角落 基本上全部都走遍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柳夏慧来过这附近 甚至是他现在所在地方 对方都是来过的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这时 吴晨又将这句话拆分开来 从这些字入手进行分析 柳师兄 现在已经初步判定为柳夏慧了 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们 这也不难解释 因为当时跟随柳夏慧的人 还有十多个 他们是一堆人的 所提到的地方 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含义 就是他们说起过这附近的某一个地方 姑且就初步判定为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吧 反正不是在这里 就是在附近 没有什么区别的 不过 仔细一分析这些字 吴晨发现了一些问题 柳夏慧他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地方 而不是提起拳头的地方 而且 提起这个地方 还不只是柳夏慧一个人 其他人也同样是提到了 那就证明这个地方很奇特 值得他们重点的描述 这就让人感到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能值得他们这些人提及 在这附近 又有什么地方奇特呢 旋即 他看了看底下这些尸骨 突然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或许 这里真的就是柳夏慧他们所提到的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他初次到来的时候 就感到很奇特 地上有大量的尸骨 而且这些尸骨之中 有很多的尸骨 还是外面世界里的动物骨骼 柳夏慧他们跟他一样 是来自于外面的世界 不可能不认识牛羊等生物的骨骼 这时候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些牛羊的尸骨呢 这些尸骨又是从何而来呢 想到这里 无尘不由地摇了摇头 暗骂自己愚蠢 这些牛羊尸骨从何而来 那不是一清二楚吗 肯定是从外面的世界里来的 因为这个空间里 根本就没有这些生物 第1016章神秘力量 难道这里就是外面世界 与这个空间的连接点吗 无尘突然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测 如果说他的猜测是准确的 那么这一切的问题 就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但是如果这里真的是那个连接点 那么怎么从这里进来 又怎么从这里出去呢 这是摆在他眼前最大的问题了 无尘看了看 又陷入了巨大的迷惑 这里的空间似乎是完全的封闭了 根本就看不到半点而缝隙 看来看去 无尘也没有看出个什么名探来 他决定去试一试 因为这里迷雾笼罩 光是通过视觉 恐怕是难以分辨的 外加上空间的缝隙 一般都是很狭小 肉眼是基本上看不清的 所以只有自己亲自去测试了 才能辨别真假虚无 无尘飞了起来 大喝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璀璨的金光 笼罩着他的全身 使得他整个人 都化为了一个金铜之人 金光辐射 无尘催动金光 暴射而开 璀璨的金光铺天盖地而下 使得周围的迷雾都被驱散了 整个空间都归于了一种清明的状态 先眼开 无尘眉心鼓动 渐渐地裂开了 一只眼睛从眉心里展开了 这是修行者的一种神通之术 类似于他们炼丹师的丹眼 一旦使用 可以看穿虚妄 破开虚明 事实 四周的一切 都是尽收眼底 看得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但是 无尘却是更加的迷惑 因为他看了半天 却是始终没发现 这里有半点儿的缝隙 这就让人感到十分的奇怪了 照理说 在先眼之下 任何的躲藏 都是毫无遁形的 然而 这一次他却是什么都没发现 难道我猜错了吗 无尘更是疑惑 百思不得其解 轰 就在这时 一股巨大的力量 突然从天而降 坠落了下来 狠狠地向着无尘 冲击了下来 不好 无尘大吃一惊 连忙收起了仙眼 在仙眼的状态下 他根本就是没办法施展出任何攻击的 眼看着这股力量就要打下来 突然 从他的身上冲出来一把刀 迎上了这一股巨大的力量 屠龙刀 巨大的力量 重重地击打在屠龙刀的上面 整个屠龙刀都是剧烈的颤抖 一股股汹涌的能量 在屠龙刀的上面汇聚 不断地摧毁着屠龙刀 要把屠龙刀给粉碎掉 但是 屠龙刀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宝物 而是货真价实的地阶中品领宝 此外 这口刀的材质也是十分的特殊 是由玄晶铁给打造而成的 坚不可摧 所以 这一股力量虽然强大 却也无法奈何得了屠龙刀 无尘凝视着屠龙刀 这上面的力量 貌似跟寻常的力量有些差别 看似是雷厉 可是却又不像 看了一会儿 没看出什么名堂 无尘决定亲自去试试 看看这一股力量 到底是什么属性的力量 抬起右手 无尘握住刀柄 立刻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屠龙刀里面释放出来 作用在他的右手之上 啊 无尘惨叫一声 右手直接被震开 一股巨大的力量 作用在他的身上 疯狂地破坏着他的身体 使得他的全身忍不住 都是颤抖了起来 这是什么力量啊 无尘脸色骇然大变 这种力量非常的强大 竟是连他的身体也能破坏 要知道 他现在的身体 经过了不灭金身诀的强化 已经变得非常的强横了 一般的力量 根本就是奈何不得 立刻 体内火皇爵疯狂地运行 滚滚的灵力 从身上冲了出来 疯狂地炼化着 这些侵蚀入体的奇异能量 火皇爵 这是一门神奇的法爵 虽是火属性 但是却能炼化世间 任何形式的能量 自从得到并且修行 这一门法爵以来 无尘还从来没有发现 有什么力量 是火皇爵所无法炼化的 但是 这一种形式的能量 非常的霸道 即便是火皇爵 竟也是无法奈何的了 这让无尘感到极为的困惑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我倒是不相信了 还有火皇爵 无法炼化的能量 无尘倒是不相信这个邪 火皇爵 那是非常神奇的一种法爵 对任何形式的能量 都是能炼化 只要它的力量足够 无尘运转火皇爵 火皇爵疯狂运行 包裹着这一股力量 要强行将其给炼化掉 在火皇爵的不断炼化之下 终于 这一种形式的能量被炼化掉了 无尘长出口气 火皇爵是他所见过最为神奇的法爵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他所炼化不了的力量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无尘感到极为好奇 很明显 这并不是寻常的力量 要不然 不会如此的霸道 这时 无尘看向了屠龙刀 此时此刻 屠龙刀还在跟这一股力量做斗争 这一股力量霸道至极 闪耀不止 要将屠龙刀给粉碎掉 但是 屠龙刀的材质非常的特别 乃是用玄晶铁打造而成 即便是这一种奇特的能量 都是无法将之给磨灭掉 见此 无尘也不去管 任屠龙刀与这种能量相对峙 这种磨炼 对于屠龙刀而言 也是有着极大的好处 可以使其更加的锋利 更加的霸道 甭看屠龙刀 现在已经晋级成为了地阶中品领导 力量大幅度的攀升了 但是 它要想进化成为更强一级的领导 还需要经过漫长时间的不断淬炼 不停的磨力 才有机会冲击更高的层次 这种难度 甚至要比它们修饰晋级的难度还要大 无尘抬起头来 看了看高处 这一股奇特的能量 就是从高处打下来的 如果它所料不错 这秘密应该就在这上面 无尘飞了起来 向着更高处的地方冲去 无论如何 它都要探明这里的秘密 因为它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或许 这里真的是这个空间与外面世界的连接点 如果真的如它所想 那么 它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准确的连接点所在 进而从这里冲出去 重回原来的世界之中 第1017章白发老者 轰 又是一记猛烈的交锋 轻衣老者和怪鸟同时被震退 巨大的能量 汹涌的爆发 席卷而开 浩浩荡荡 这畜生实力怎么如此之强 轻衣老者越打越吃惊 这怪鸟的实力 非常的强大 连它都是无法进行压制 简直是难以相信 熬 就在这时 怪鸟厉吼一声 巨大的双翅扇动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从这一双翅膀之中冲了出来 眨眼间化为了一股强大的风暴 这一股风暴 风力十分的强大 铺天盖地而下 卷动四面八方 这风暴 好强 底下 众人都是忍不住惊恐 连忙催动力量 来抵御这一股超强的狂风 但是 这一股狂风 力量实在太强了 即便是他们全力以赴 依然是无法抵挡得住 毕竟 他们可没有轻一老者 那么强大的实力 聂处 休要猖狂 轻一老者 大喝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圣像嘶吼 狂暴的气势 席卷四方 顶着凶悍的威势 朝着怪鸟冲了过去 怪鸟嘶吼 双翅扇动 双爪切出 形成了一道道 凌厉的锋刃 如同一把把锋利的钢刀 铺天盖地而下 不好 轻一老者脸色大变 这锋刃之中 蕴含着极其可怕的能量 有形物质一旦碰上 顷刻间就会被切碎 化为飞灰的 给我顶住 轻一老者大喝一声 周身的力量 全部爆发了出来 超强的实力 令得周围的空间 都在颤抖 吼 圣像嘶吼 力笑狂怒 神圣之力 冲了出来 硬汉怪鸟的锋刃 轰 巨大的力量 再一次猛烈地 撞在了一起 狂暴的气劲 从对撞点冲了出来 不断地割裂着周围的空间 要把周围的空间 都给粉碎掉 底下的人皆是心惊胆战 这怪鸟的实力非凡 恐怖的锋刃打下来 地面都是被切开了 留下了一道道的痕迹 就像是被一把巨大的刷子 给刷过一样 正处于心悸之中 突然 一个力和声 从天而降 孽障 修得放肆 突如其来的大喝声 让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震 皆是抬头 看着上方的迷雾空间 神情变得激动起来 太上长老来了 所有人都是激动了起来 只见上方空间之中 迷雾正在翻腾滚动 不断地震荡 一股庞大的能量 正在汇聚 不停地涌动 这一股能量 非常的庞大 就连画龙净强者 在这般力量的面前 那也是显得 是十分的渺小 近乎是微不足道 嗷 怪鸟怒笑 很明显 它也是感觉到了 这一股强大的能量 这让它的内心深处 都是感到了一种 深深的恐惧 由此可见 来人的实力 非常的恐怖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巨大翅膀一扇 怪鸟掉头而去 如此可怕的存在 它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有逃离了 但是 还不等飞远 突然 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迷雾之中打了过来 如同雷霆一般 震动八方 嗷 怪鸟惨叫一声 直接被一击击中 巨大的力量 狠狠地打在它的身上 将它给打倒下来 坠落在了地上 本作到此 还想放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降临下来 在他的身上 有着超强的力量 璀璨的光芒 犹如一轮烈日一般 使得周围的迷雾 都被驱逐开了 无法再靠近 拜见太上长老 众人叩拜在地 这是他们太一门的太上长老 有着绝对崇高的威严 仅次于宗主 地位尊贵 无人敢冒犯 起来 谢太上长老 众人站了起来 望着白发老者 心神都是变得狂热了 有太上长老在 他们还怕什么呢 你们怎么不走了 那地方找到了吗 白发老者问 轻衣老者道 回太上长老 如果柳夏慧 他们所说的不错 那个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了 既然在这附近 那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去找 是 太上长老 众人立刻分开 分散四方去了 迷雾之中 另外一个地方 吴晨他一个人在这里 寻找可能存在的空间节点 但是他找了半天 依然是没有半点儿的痕迹 他奶奶的 这里到底是不是外面世界 与这个空间的连接点 吴晨陷入了巨大的迷茫 他都已经在这里找了这么久了 所有的手段 都是已经使用了 依然是没有找到 那个空间连接点在什么地方 难道说 他所有的猜测 都是错误的吗 太上长老 长老 你们快来 突然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吴晨大吃一惊 有人来了 没有过多的考虑 吴晨立刻就没入了迷雾之中 糟糕 屠龙刀 突然 吴晨想起了屠龙刀 此前 屠龙刀一直在和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纠缠 他也没有去管 现在他才想起来这一点 屠龙刀 回来 吴晨离开召唤屠龙刀 感应到了他的召唤 屠龙刀立刻就飞了出去 什么人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猛地响起 紧接着 两个人快速地冲了过来 吴晨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发现 这就奇怪了 难道是我的幻觉吗 刚刚我明明就看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眼前闪过的 兴许是吧 不要管了 太上长老和长老他们很 很快就过来了 两人四下里看看 感应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 于是呼就释然了 还好没被发现 迷雾之中 吴晨屏住了呼吸 就连气息都是收敛了 刚才真的是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这两个人的实力 倒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星极静 凭他的实力 那是轻松的应对 但是 他们还提到了长老和太上长老 这就让他有些忌惮了 尤其是太上长老 他猜测 极有可能会是传奇竞强者 如果说真是传奇竞强者 那么 凭他此时的实力 哪怕是有着镇魔碑这等宝物 那也是没有半点儿的胜算 因为彼此的境界差距实在太大了 第10018章天罗盘 这些人都是太一门人 如果吴晨他没有猜错 这两个人应该都是太一门人 这些日子太一门人所做下的种种事情 他都是一一地看在眼里 记在了心里 可以这么说 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 太一门居然会做出如此的一种事情 突然 吴晨心灵一颤 只是感到一股庞大的力量 迅速地涌了过来 这股力量 非常的庞大 哪怕是画龙竞强者 都是远远的不及 传奇竞强者 吴晨内心里非常的震动 这一股力量 极端的强大 毫无疑问 这是传奇竞强者 真的是太一门人 原本 吴晨只是猜测 这两人可能是太一门的人 但是并不能确定 不过现在他可以确定了 这些人就是太一门的人 因为这个空间里面 是不存在传奇竞强者的 而那两名传奇竞强者 都是从外面的世界里进来的 也就是太一门的太上长老了 吴晨屏住了呼吸 把自己的气息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 以避免对方发现自己 以避免对方发现自己 传奇竞强者 可不是开玩笑的 力量非常的强大 远远不是画龙竞强者所能媲美的 片刻之后 一位白发老者 缓缓地降临 从迷雾之中走了出来 在他从迷雾之中走出来的时候 四周的迷雾 进阶散去 那一片空间 都是归于了清明 四周的迷雾 似乎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压制 无法再向前进一步了 这老家伙 吴晨更加的谨慎了 这个老家伙 实力可不是盖的 绝对是传奇竞强者 毫无疑问的 白发老者看了看地面 由于他的力量笼罩着四周的空间 驱散了四周的迷雾 这里地面上的场景 现在可以说是看得真真切切 这里就是柳虾会他们进来的地方 韩姐说道 启禀太上长老 这里的确就是柳师兄他们所提到过的那个地方 也是他们所进来的地方了 文言 暗中的吴晨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 这里竟真的是柳虾会他们进来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里就是这个空间与外界的连接点所在了 白发老者上下看了看 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行动吧 是 太上长老 轻衣老者应答一声 从储物戒指之中取出来了一个罗盘 在这个罗盘的上面 有着一根指示器 显得颇为神异 天罗盘 无尘一眼就认了出来 心中也是极为的震撼 没有想到 太一门所准备的东西居然这么多 连天罗盘这种东西也是带来了 天罗盘 这是一种寻找方位 只是方向的东西 借助于这样的宝物 无论人处在什么地方 哪怕是这重重的迷雾之中 那也是能准确地辨别方向 分析位置 相比之下 吴晨就显得寒沉了 他居然什么工具都不带 就在这里看 而这里空间之中 那是迷雾重重 单单凭借着他个人的能力 是很难找到准确位置的 要是我有天罗盘 我一定能找到 那个空间连接点 到底在什么地方 吴晨暗暗惊叹 现在他才明白 光是有力量那还不够 在有些情况下 若是能借助合适的装备 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 天罗盘 照天地 轻衣老者大喝一声 身体之中能量翻涌 滚滚不息 注入到了天罗盘之中 天罗盘颤抖起来 爆射出万丈光芒 绚烂耀眼 映照着周围的空间 紧接着 无数的光芒 从周围的空间亮了起来 这些光芒 非常的绚烂 十分的耀眼 使得这里 统统都是化为了一片光海 与天罗盘交相辉映 形成了一副绝妙的奇观 天罗盘果然神奇 无尘惊叹不已 天罗盘 这是一种良好的辅助设备 可以探测出很多未知的 看不见的东西出来 还没分析出空间节点在什么地方吗 白发老者问 轻衣老者道 回太上长老很快的就能分析出来了 他们这一次来 就是为了那一处空间节点 为此 他们特地准备了天罗盘 有天罗盘的帮助 可以事半功倍 事实 天罗盘剧烈的旋转 光芒不断地爆发出来 不停地分析着周围空间的情况 寻找那一处空间节点所在 空间节点 一般情况下 都是十分隐秘的 要想寻找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便是他们这种强大的修饰 也不一定能找得到 此前 柳夏慧他们就是在不经意间 进入了这里的空间节点 从外面坠了进来 之后就再也无法从这里出去了 如此过程 持续了几分钟之后 突然 天罗盘的光芒大圣 上面的指针 停止了旋转 指向了一处位置 太上长老找到那一处空间节点了 白发老者瞅了一眼天罗盘 顺着天罗盘上指针所指示的方向看过去 双眼眯了起来 原来在那里 吴晨也看到了 那个空间节点的所在 不得不说 这个空间节点 隐藏得真是太隐蔽了 要不是天罗盘 他还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发现得了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高处落了下来 轰向了天罗盘 快点把天罗盘收起来 白发老者大喊一声 轻衣老者浑身一震 手忙脚乱 连忙收回 天罗盘是十分精密的装备 可是不能受到任何外力的打击 但是 就在他即将收回的时候 那一股力量已经是狠狠地打了下来 轰 巨大的力量 狠狠地轰击在了天罗盘上面 天罗盘剧烈颤抖 而后四分五裂 被这股巨大的力量给震碎了 众人心惊 没有想到 这一股神秘的力量 竟是那么的霸道 天罗盘被一击就给震碎了 白发老者脸色沉下 之前事故发生的时候 他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是一种神秘 而且强大的力量 能够粉碎一切形式的物质 天罗盘就是被这一股力量给无情的震碎了 化为了飞灰 消散掉了 第1019章 空间之力 太上长老 这是什么力量 太霸道了 我都还没来得及收回天罗盘 轻衣老者心计 刚才 这一股神秘力量打来的时候 他就立刻收回天罗盘 却是不料 还是没有能够来得及啊 白发老者皱了皱眉 思索了一下 缓缓地说出了四个字 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 听到这四个字 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空间之力 这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力量 有着非常可怕的威力 绝非一般的属性力量所能抗衡的 在修饰之中 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时间不出 空间为王 这句话足以反映出 空间之力的霸道 而这种力量 也被誉为是至尊王者之力 谁要是能拥有 并且掌握这种力量 那么 他就是王者 有着远超同级强者的恐怖战力 这样的人 如果中途不陨落 将来的成就绝对是要吓死人的 迷雾之中 吴晨也是大吃一惊 他也没有想到 这种力量竟是空间之力 难怪如此的霸道 之前 他曾经遭遇过这种力量的打击 他就发现 这种力量非常的恐怖 即便是他的屠龙刀 也是被震得不停地颤抖 要不是因为材质特殊 是用玄晶铁这种物质打造而成 那么 屠龙刀现在只怕是早就被震碎了 没有想到 在这里居然能看到空间之力 吴晨忍不住震惊 他也没有想到 在这里能看到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 这个世界上 可以说是既普通又罕见 普通是因为它无处不在 因为这个世界说白了 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在这其中 空间之力是无处不在的 无时无刻不影响这里面的一切 但是 为什么又说这种力量很罕见呢 那是因为这种力量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展现出任何威力的 打个比方说 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这个世界的空间之力 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它 所以 它们根本就感应不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不会对它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不过 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 空间之力会凝聚起来 变得异常的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 空间之力作为王者至尊之力的威力 就真正的体现出来了 毁天灭地 粉碎世间万物 在这天 五大陆这么多年 无尘也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 一直都没有看见过空间之力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今天在这种地方 他竟是看到了这种传闻中才有的至尊王者之力 不得不说 这种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霸道 太上长老 你说的可是那种被誉为至尊王者之力的空间之力吗 白发老者点点头 不错 正是这种力量 文言 众人皆是吓了一大跳 忍不住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今天他们所遇见的力量 竟是传闻中那种被称为是至尊王者之力的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 这种力量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没有人知道 他们只知道 在没有时间之力的情况下 空间之力就是绝对的无敌 其他的任何形式的能量 在遇上这种力量之后 都是绝对不可能敌得过的 若是某个人拥有了这种力量 那么他就是无敌的王者 绝对不败的传奇 白发老者很快的就释然了 虽然天罗盘被震碎了 但那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天罗盘的主要任务 就是寻找那个空间节点的所在 现在呢 那一个空间节点已经是被找到了 天罗盘没有什么用处了 毁了也就毁了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我去去就来 白发老者身影一闪 从地上飞了起来 朝着那一个空间节点飞了过去 这老家伙想干什么 他想要出去吗 无尘看着白发老者 冲向了那一个空间节点 心中很是疑惑 不明白这个老家伙想干什么 如果说是想从这里出去 那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太一门有天接领宝 可以打穿空间 实现两个空间之中地自由穿行 如果这个老家伙要出去 那么 只需要借助于他们太一门的天接领宝 就是可以从这里出去了 何必要多此一举呢 但是 如果说不是想从这里出去 那么 他又是想要干什么呢 轰 这时 整个空间亮了起来 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天而降 坠落了下来 朝着白发老者轰击而去 当心 太上长老 看到空间之力朝着白发老者给打了下来 底下所有人都是心惊胆战 这种力量 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力量 而是空间之力 有着极强的破坏力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得住 但是 白发老者毕竟是传奇境强者 实力超凡 看到空间之力朝他给轰击而来 身影一闪 竟是凭空消失了 巨大的力量 击落而下 如同雷霆一般 炸裂开来 砰 整个大地都是颤抖起来 不停地发生着摇晃 汹涌的能量 疯狂地传开 使得大地被炸开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完完全全没有想到 这一股力量 竟是这么的可怕 直接就是在大地上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可以想见 这一股力量 要是落在他们的身上 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他们会在寝刻间被震碎掉 化为飞灰 绝无其他的可能 哪怕是化龙镜强者 那也是抵挡不住 无尘也是看得呆了 没有想到 这空间之力 竟是如此的霸道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周围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的尸体尸骨了 这么强大的空间之力 又有几个人 能够扛得下来呢 与此同时 他的眉头也是皱紧了 这里的空间之力 如此的霸道 连化龙镜强者 都抗不下来 他如果要从这里出去 那就是非常的艰难了 只怕是还不等他到了空间节点 就被这一股巨大的空间之力给震碎了 该怎么办呢 无尘陷入了沉思 空间之力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恐怖的力量之一 要想抵抗 那是极其的困难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1020章报复 修 白发老者的身影再度出现 这空间之力非常的霸道 即便是他 也要避其锋芒 要是被击中 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没有说什么 他继续冲向了那一个空间节点 那是他的目标所在 这个空间节点绝对不能再留着 一定要粉碎掉 彻彻底底的断绝这个空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如此的话 这里的人就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出去了 而外面的人也是再也不可能进来了 这样的话 发生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事情 也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轰 就在这时 一股巨大的力量从上而降 朝着白发老者狠狠地打了下去 这一股空间之力 比起之前那一股力量 更加的庞大 更加的霸道 具备着无穷无尽的毁灭性威力 看到这么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 众人均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股力量 真的是太恐怖了 莫说画龙竞强者 就算是传奇竞强者 只怕是也不一定能挡得下巴 白发老者的脸色也是不由得变了 这一股空间之力 真的是太过于可怕了 连他都感到了心迹 这种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怖 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顺移 白发老者再一次消失了 面对着空间之力 与其硬拼 那是明显不至的 唯有比其锋芒 才是最好的办法 接下来 空间之力又是不断的疲落 每每一次披下来之时 白发老者都会采用顺移之术 于刹那之间转移出去 避过空间之力的袭击 这老家伙 到底是想干什么 无尘一直都在注视着这个白发老者 此时此刻 因为空间之力的作用 把周围的迷雾 基本上都给批的七零八落 迷雾不再是阻挠他们视线的东西了 首先 这老家伙不会是想从这里出去的 这里的空间之力如此的猛烈 从这里出去的话 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那是大大的不至 而且 如果他们想要从这个空间里出去 有的是更加简便易行的办法 这是因为他们是传奇竞强者 是太一门的太上长老 既然不是从这里出去 那么 对方又是为什么 要去那一处空间节点呢 干冒被空间之力给击中的危险 也是要过去呢 难道是 突然 无尘的脑海中 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莫非 这老家伙 是要毁掉这个空间节点吗 想到这个 无尘不禁身体猛的一颤 这个想法 真的是太疯狂 太可怕了 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谁 就在这时 轻衣老者抱贺一声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旋即 他的脸色就是沉了下来 因为他突然发现 周围的空间之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许多强大的气息 这些气息 有一些气息 一点都不输于他 很明显是画龙镜强者 另一边 无尘也是注意到了周围的这些强大气息 他知道 原本在这魔山之中 就隐藏着不少的强者 而现在呢 因为太一门的介入 大肆地杀戮这个空间里面的人 使得更多的人被逼无奈之下 只能进入魔山之中 借助于魔山独特的环境 躲避太一门人的追杀 看样子 有好戏看了 无尘心中一笑 太一门的血腥杀戮 现在已经激起了这个空间里 所有人的愤慨 他们都对太一门的人 是恨之入骨 一直都在寻找着机会 报复于太一门 现在 太一门的人进入了魔山之中 他们又哪里会不抓住机会 一举出手打击太一门呢 轰 一声巨响 猛地传开 无数的攻击穿破了迷雾 带着强劲的杀力冲了出来 冲向了轻衣老者 他们这些太一门人 迪席 太一门的人 无不脸色大变 没有想到 这些人居然会趁着这种机会 对他们发起猛烈的袭击 这可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走 轻衣老者大喝一声 一股狂暴的能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然后身影冲起 于刹那间从原地消失 避开这些人的强大攻击 但是 其他人可是没有他这么强的实力 只见无数的攻击 从四面八方冲了过去 眨眼间就将他们给淹没了 啊 众人惨叫 人羊马翻 被无数的攻击给击中 刹那间倒在地上 口中鲜血狂吐 不死也惨了 你们这些垃圾 竟敢向我太一门的人出手 是不想活了吗 轻衣老者 怒声大喝 在这个世界上 还从来没有人敢于对他们太一门的人动手 这些人简直就是放肆 我呸 你们这些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垃圾 破风声不断响起 无数人从迷雾之中闪现而出 这些人之中 有老者 也有年轻人 有画龙净强者 也有星级净强者 但是 无一例外 他们都是用一种愤恨的目光 看着轻衣老者他们 一股无边的仇恨 浮现在他们的脸上 他们恨不得把轻衣老者 他们这些人统统都给生吞活泼掉 还跟这些垃圾啰嗦什么 杀了他们 为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报仇雪恨 众人无比的愤慨 恨不得把这些太一门人统统都给生吞活泼 轻衣老者脸色大变 这些人之中 可是不乏画龙净强者 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强大 一点都不输给他 要是一起出手 对他发起攻击 那么 他是肯定抵挡不住的 等待着他的 将是死亡的命运 太上长老 救救我们 轻衣老者 选择向太上长老求助 太上长老乃是传奇净强者 实力非常的强大 即便是这些人全部加起来 都不是他的对手 都是一群没有用的废物 白发老者勃然大怒 气得面色铁青 现在 他正在逐渐地靠近那个空间节点 要是折回来的话 势必将前功尽弃 而且这里面的空间之力 已经是牢牢地锁定了他 不断地打出 不断地坠落 要把他给劈碎 这个老家伙在干什么 好像被困了啊 哈哈 他被困了正好 我们正好可以把这些人 给斩尽杀绝 先收回一些利息再说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个人是否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